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题目 来,蓝宇地区的风花图 那么呢,当地全年度最容易出现的风向中 我们要先判断最容易出现的风向是什么风向 而里面呢,四到六级风的频率大约会是多少 我们先找出最易出现的风向是什么风向 就是最长的那一个,对不对 那么也就是在图形中的这一个风向 这个风向会是最长的 最多的,最容易出现的风向 那么四到六级是多少频率 你要去看它的这个什么呢 宽跟这个细的这个程度 四到六级依照图例的判断 这里有一个图例 四到六级是这样子的这个宽度 这个宽度是四到六级 对照过来的话是不是就是这一段 就是这一段 这个部分 红色的部分 上面这一个的话是大于七级 这我们就不算了 我们只能算红色的这一段 红色的这一段呢 大约从这里开始数 应该会是五 然后到这个地方的话呢 不到三十 我们算应该大约二十七左右 所以呢 五到二十七之间相减 二十七减五大约是二十二 那么最适合的答案会是哪一个 那是不是就C了 百分之二十的比例 是最有可能会是答案的 选C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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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